面对海关人员的蓝茶女子态度大方 她递给海关人员的白色皮包造型不惜金 不过链条却闪闪发光 查验后发现 沉重的金链竟然是99.9%的纯金 根据法律法规 旅客携带黄金及其制品进净 应以合理自用的数量为限 然而在利益的驱使下 一些走私分子将黄金作为了目标 想偷天换日却失败的场面 发生在中国广州白云机场 没想到同班机上还有另一名乘客 也将纯金变造成包包链条 也马上被试破 两人所携带的黄金 加起来价值59万人民币 大约新台币250万元 有利可图 中国黄金走私层出不穷 由于中国民众的投资选项相相当有限 面对房地产危机股市动荡 黄金一直是一般民众投资的重要选项 中国央行也连续第十八个月增持黄金 虽然金价在很大程度上中美国利率的影响 不过近期上涨则是因为中国的强劲购买 今年以来国际黄金价格已经上涨了超过百分之十八 中国对海外实体黄金的需求 四月起有降温趋势 对金价的影响值得观察 新新闻综合报道 大载静新闻APP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